在街頭抗爭引發了軍警鎮壓 而造成大量傷亡之後 明天的反對派群眾是開始改變戰術了 從二十四號開始串聯 霸市抗議 軍方是以擴引起要求民眾 交出持有的武器 如果照辦的話可以既往不咎 從第一大城仰光到南部的圖瓦 不少商店鐵門深鎖 但由於軍政府封鎖消息 因此霸市的範圍 與效果如何很難評估 就在同一時間 土瓦街頭布滿鶴槍實彈的士兵 軍方並以擴引器要求民眾 交出持有的武器 照辦的可以既往不咎 軍方還揚言 如果持槍民眾不願配合 被軍警查獲槍械 就等著被判處重刑 另外軍政府在二十四號釋放了六百多名 在過去一段時間參與抗議 而被捕的民眾 包括二月底也遭到拘留的 美聯社駐緬甸特派員彈燒 自從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扣押民選領袖 翁山蘇姬等人以來 連日的活動往往演變為暴力衝突 連同這六百多人 前前後後被釋放的民眾 達一千人左右 但仍舊被關在牢裡的 還有接近兩千人 除了兩千九百多人 在抗議中被捕 在衝突中被軍警打死的人數 也直逼三百人 有的民眾本來無意參加抗爭 結果被軍方爛槍掃射 而死於非命 家住瓦城的這名七歲女童 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路透社的最新消息 在二十四號的霸市抗議後 陽光等地又開始醞釀 更多的街頭示威 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多的流血事件 國際社會又將採取什麼行動 有待觀察 公視新聞徐佳人編譯 公視新聞律師